那么多考试要怎么记啊 跟我之前教你的三个图三个字 对哦这样好记多了 这个不是我们之前上QA博士的全局绩效力课程里面的技巧吗 对啊我们之前在上QA博士的全局绩效力课程 我其实从里面学到很多帮助大脑记忆的方式 那不只用在Nia身上也用在我的教学身上 那我记得我有一个康乔的学生 因为他们国际学校的英文文章其实都难度很高 文章又很长 所以我们其实平常要花两个小时多一篇文章 然后考前又要再花两个小时复习 那我就发现用了这些记忆法之后呢 第一就可以缩短一半的记忆时间 然后第二啊就是我们在考前其实主要只要复习几个图形或几个字就好了 对就是也很帮助记忆 OK那这样听起来就是缩短记忆时间又不容易忘 把短期记忆变成长期记忆 对而且学生后来就一路从不及格很可怕的成绩 一路爬到八十几分 我超感动的 对啊 那QA博士呢 基本上他是美国La Sierra University的教育学博士 他的专场是在大脑 情感跟教育 这三个主要的领域 对 对那相关的经历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会留在这边 那也会留在我们的那个Commerce的留言区里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去跟QA博士联络 去咨询一下他的课程 对因为我们上这个全局绩效力课程 对我们的工作跟教学其实都很有帮助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一起推荐给大家 嗯哼